今天老师带你们来黄梨园 黄梨园有好多的黄梨 这个就是黄梨园 一颗一颗的黄梨 长得非常的健康 黄梨适合伸展在这个热带乙龄 长出好多的小黄梨 发现了一颗比较大梨的黄梨 这颗比较大梨的黄梨 它上面的椰子跌了 这个小幼芽呢 如果你重新种在泥头上呢 它还会长黄梨的 放在泥头上呢 它生根之后 它又会重新长黄梨了 黄梨旁边也会长幼芽 这西芽呢 重新长大 就会变成一颗大黄梨树了 这一颗比较大梨 这边有一颗采收到的大黄梨 这颗黄梨至少三个公斤